法古山智慧随身书 年轻的梦想 圣言法师与李忠贵的对话 年轻的梦想 时间1999年3月27日 地点台北国父纪念馆 主持人陈月清 华氏企划室经理 对谈人 圣言法师 法古山创办人 李忠贵 救国团主任 青年代表 庄坤及卢云林 陈月清 我们常说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是国家的支柱 可是也常常听到老一辈的人说 爱 现在的年轻人 只知道追求享受 好逸勿劳 不肯付出 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上一代的人对现在的年轻人 总有许多看不顺眼的地方 包括他们喜欢穿名牌 追求物质享受 又或者有追星族 他日族 每天跟着明星 偶像后面跑 另外 也看到青少年飙车 嗑药 一不如意就自杀 或暴力犯罪 色情犯罪等等 甚至为了没钱买大哥大 或者是没钱唱KTV 就去抢劫 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感叹 这一代的年轻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当然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看到 青年们充满了活力 有主见 敢表达 有创意 所以有时候又会觉得 这一代年轻人真是了不起 正所谓英雄初少年 今天邀请到救国团李中贵主任 还有庄昆吉 卢云林两位青年代表 来跟圣言法师一起对谈 相信一定能够撞击出智慧的火花 也能够增进上一代跟下一代彼此的了解 相互学习无距离 李中贵 透过媒体报道 不管是新兴人类或者新兴兴人类 好像总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不过就我个人来看 年轻族群中还是有非常优秀 具有爱心的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参加基层文化服务队 爱心服务团 靠自己打工 靠自己的努力 赚取1.0佣金 然后捐出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的年轻人很有自己的想法与创意 尤其进入资讯时代 网络世纪已经来到 不出大门也能知天下事 年轻人得到资讯的速度 比我们过去快速 得到的资料也丰富的多 简单的说他们是比较早熟 所了解的资讯比我们多 以学习力来讲 我们也不及年轻人 青年人是未来国家前途之所系 在21世纪的舞台上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如果要安心 安身 安家 安业 就要有大我的观念 愿意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多为别人设想 有高度的道德观 很多的事情 考虑应该要更周严 不要那么冲动 不要那么情绪化 才能够心火相传 把宝贵的经验传递下去 所以 年轻人跟长辈之间 如果能够互相沟通 互相交换意见 彼此学习观摩的话 我想就会拉近距离 陈月清 说到沟通 事实上因为环境不同 老一代跟年轻一代之间 仿佛有着一道鸿沟 年轻人的心声是什么 对于我们这些被年轻人 誉为LKK的人 老人家之一 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庄坤吉 我比较不能忍受的是 父母亲有时候很啰嗦 一件事情讲一次就好 为什么要讲三次 卢云林 对于父母的啰嗦 我把他称之为耳提面命 但我会想 你们说的真对 我都听得懂 但是 我跟你们一样聪明 只要讲一遍我就听得懂啊 我比较受不了的是 父母把我当作他们的财产 认为我应该依照他们的想法做事 他们的观念就是 你是我生的 所以一定要听我的 这让我觉得很没有个人意志 圣言法师 大家习惯把年纪轻 年纪长的人的距离 说的真的有那么大 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老人家也是从年轻人转变而来的 以我为例 在心境上 我能够体验年轻人的想法和做法 因此我跟年轻人 甚至小孩子都能相处 他们也愿意跟我这个老和尚做朋友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把他们当成是朋友 把我自己的年龄降低 心态变成和小孩子 年轻人一样 不过 两代之间的确是有差距的 因此彼此之间互相的尊重很重要 年轻人对长者要多一些包容 老人家有老人家的包袱 但是老人家也应该要不断的学习去了解年轻人在想些什么 毕竟不同的年代 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 如果父母能够体谅孩子们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 孩子们也能够体谅父母年纪大了 就能化解代沟 庄同学觉得父母很牢叨 一句话要讲三次或许应该谅解年纪大的人反应慢 讲了一句话以后 下面一句话还没有想到 所以是重复的 卢同学认为父母把儿女当成财产 这可以换一个角度看 不是当成财产 而是当成宝贝来呵护 认为孩子永远没有长大 总是希望孩子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好 因此不断的指挥 命令控制这样才会让年轻人感觉到自己变成父母的财产了 我小的时候对父母也经常是抗拒的 父母讲的话对的我也要抗拒 错的也要抗拒 好像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可是在父母眼中这便是叛逆 因此到现在为止 每当我看到有人说年轻人叛逆 我都告诉他们不要认为那是叛逆 而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虽然没有儿女 但有很多年轻的徒弟 正值二三十岁 他们也有很多独立自主的想法 但是我还是很欢喜 因为这表示一代比一代高明 清出于蓝 更胜于蓝 我很赞同李主任所说 现在的年轻人比上一代优秀 一代比一代好是正常的 这样时代才能进步 例如我因为继承了师父的智慧遗产 然后再学习新的东西 就可能比师父知道的多一点 这没什么了不起 同样的 我的徒弟比我好也是正常的 现在正值二十世纪末 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 台湾的年轻人是有本钱 有实力 可以走出悲情的二十世纪 走向光明欢喜的二十一世纪 独立走出自己的路 陈月清 除了与长辈之间的代沟 年轻朋友自己 或是观察同辈们是否也有一些问题 庄坤吉 我看到周遭同学在时间管理上做得不好 有时候一上网路 BBS就耗上一整天 像这样浪费时间 没有去做其他有意义的事 我觉得蛮可惜的 卢云林 有时候我会被同学间那种追逐名利 追求名牌的风气所影响 而产生一点挫折感 好像如果我不做同样的事 就是跟不上潮流 有一份以所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联会 学生活动中心 以及学生会会长为对象的问卷调查结果指出 在这些所谓的校园领袖中 50.2%的人会为了赶流行而买手机 所以 我觉得年轻人的许多问题 都跟爱慕虚荣 追求物质享受有关 李忠贵 我喜欢用几个字来形容青年朋友的追求 心 素 实 简 真 善 美 年轻朋友第一个是要求新颖 只要是新鲜的他都要 第二是速度快 效率高的就要 第三个是要简单 方便 省市的 譬如觉得BBQ很麻烦 因为还要去找电话 所以人手一机大哥大 已经变成现代青年最时髦的装扮了 另外还要真 什么东西都要货真价实 价廉物美 然后还要善 就是东西要好 原则上只要能够满足年轻人的需求就是好 最后要美 要讲求包装 我认为这都是今天年轻朋友所追求的 过去新生活运动也讲求新素实践 但是现在年轻人的要求可能更多 刚刚庄同学提到 时间很难掌控 因为一玩乐就乐此不疲 乐不思数 所以今天年轻朋友们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有效的管理时间 因为人生很有限 天下最公平的就是一天的时间 每个人都完全相等 不可能多一秒钟 也不会少一秒钟 我很喜欢引用鲁迅所讲的话 浪费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 浪费自己的时间是慢性自杀 换句话说 除了不能浪费自己的时间 也不能浪费别人的时间 我很希望年轻的朋友 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能够对国家 社会 人群有帮助 这样才能够在21世纪 真正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陈月清 圣言法师有一句名言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 面对年轻人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圣言法师 追求物质欲望是正常的事 因为社会的环境 科技的发展就是在鼓励 刺激大家能够多购买 多消费 如果一味责怪年轻人喜欢物质享受 我认为是不公平的 应该探讨问题的根本 这样的环境是谁造成的 提供的人是谁 事实上提供的人就是年轻人的父母 长辈们 这好比年纪大的人在酿了酒以后 让年轻人去喝 再要求他们不要醉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不要埋怨年轻人沉迷于物质的享受 我倒是鼓励年轻人去思考 对这个社会你满意吗 未来就是这样子好吗 整个世界是这样子好吗 年轻人比我们更聪明 只要稍微深入思考一下 就知道这样子是错的 当然就不要随波逐流 应该独立走出自己的路 不过一般的年轻人 大概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思考 塑造有希望的人生 陈月清 刚刚提到在校园里打工文化很流行 以前打工是为了赚学费 现在打工是为了买名牌 为了享乐 实际状况又是如何呢 卢云林 根据刚才提到的那份问卷统计结果 打工最主要目的不外下列几项 第一个是赚取零用钱 第二是学习社会经验 第三是消磨时间 第四为支付学费 在这四项之中 82.6%的人是为了赚零用钱 打工场所则是以速食店居多 占75% 其次是加油站 55.6% 再次是餐厅 占44.6% 李忠贵 从另一角度看 也有一些人打工的目的是为了做好事 譬如参加基层文化服务队 自己出钱到各地方从事服务工作 还有为了帮助穷困的孤儿 这些事情都让我很感动 事实上 我接触了很多的青少年朋友 他们非常善良 我希望大家多语宣导 不然的话 感觉上大家总是把新兴人类形容的比较负面 我想这是不公平的 圣言法师 我赞成李主任的看法 因为我接触到的年轻人 绝大多数是很好的 既然如此 印象中为什么新兴人类是这么负面 或许是媒体很少报道这些好的事迹 而只要有一个坏例子 就大肆渲染 所以我建议不仅是青年救国团投入对青年的辅导与奖励 整个社会都要对青少年多花一点功夫 目前我们法谷山也在做 我希望所有的宗教团体 以及所有的企业团体 民间团体 都能共同配合政府机构 对青少年多花一点心 使青少年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变自己成长自己 我认为年轻人如果能对自己的生涯有所规划 站稳现在的立足点 对未来多一点思考 对将来的社会 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相反的如果年轻人缺乏前瞻思考 那我们的未来可能就会有问题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有一个将来性 未来感 以及可塑性 知道怎样塑造自己 当然 国家社会也应该提供合适的机会与环境 让年轻人学习成长 换成佛教的语言 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将自己塑成一尊菩萨 一尊佛 而佛有无量无数 菩萨也有无量无数 各有各的悲怨 各有各的面貌和行仪 服务与奉献是快乐的全员 陈月清 法师讲的非常重要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要有未来感 请问在座的两位年轻人 你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又应该如何自我训练 自我成长 卢云林 我只要自己活得有意义就足够了 我的价值不会被社会所混淆 会从自己最好的 最真实的自我内涵去肯定 庄坤吉 我的观念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参加同军团 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透过服务 自己可以得到成长 也可以帮助别人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在这个观念上需要再加强 我认为年轻人如果能对自己的生涯有所规划 站稳现在的立足点 对未来多一点思考 对将来的社会 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相反的 如果年轻人缺乏前瞻思考 那我们的未来可能就会有问题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有一个将来性 未来感 以及可塑性 知道怎样塑造自己 当然 国家社会也应该提供合适的机会与环境 让年轻人学习成长 换成佛教的语言 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将自己塑成一尊菩萨 一尊佛 而佛有无量无数 菩萨也有无量无数 各有各的悲怨 各有各的面貌和形怡 服务与奉献是快乐的全员 陈月青 法师讲的非常重要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要有未来感 请问在座的两位年轻人 你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又应该如何自我训练 自我成长 卢云林 我只要自己活得有意义就足够了 我的价值不会被社会所混淆 会从自己最好的 最真实的自我内涵去肯定 庄坤吉 我的观念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参加同军团 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透过服务 自己可以得到成长 也可以帮助别人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在这个观念上需要再加强 李忠贵 确定了人生的方向与目标后 就要全力以赴 全心投入 要做到这一点 第一个条件是IQ 多吸取知识 多充实自己 多学习 才能够成长 第二个是EQ 也就是情绪的管理 这比IQ还重要 现在很多人虽然满腹经纶 可是缺乏处理感情问题的能力 因此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 所以IQ非常重要 第三个是MQ M是Moral 道德的意思 就是要有基本的道德观 第四个就是要有LQ L是Leadership 领导的意思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 就是要有领导的才华 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 要不断的透过学习来累积 最后 我希望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有CQ 就是Creative 能够有创新 创意 因为未来的世纪将是一个创意知识的世纪 要能不断的充实知识 不断的有创意 才能够在21世纪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愿所有年轻人 能够不在乎名利 而能够为大众服务 奉献人群 用一颗善良的心 把自己所学 所有的力量 奉献给社会 社会才会更美好 才能真正达到安身安心安家安业的目的 圣言法师 年轻人规划未来的方向时 往往和父母亲的观念息息相关 父母通常会给很大的压力 他们担心儿女未来没有饭吃 没有前途 所以要求儿女照着他们的意见走 这是很麻烦的事 在此我想呼吁天下的父母 应该把观念转变一下 我常常这样自想 过去的人会说 如果有一技之长就不怕挨饿 现在的人 只要有奉献的心 就不会没有路走 如果鼓励自己的儿女 有奉献服务的心 儿女们一定是前途无量 因为钱财不是最可靠的 奉献的心才可靠 李忠贵 美国甘乃迪总统曾讲过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如果每个人都有奉献服务的心 都愿意为自己的国家 社会人群服务 国家哪有不强 社会哪有不好 救国团的一群义工伙伴 就是没有报酬的去奉献 他们称自己为快乐的傻瓜 虽然出钱 出力 奉献自己的时间 精神为社会 为大众 为青少年朋友来服务 但是他们得到的快乐 是没有办法用金钱买到的 别人看他们是傻瓜 他们却永远是在快乐中度过 我希望大家都来做快乐的傻瓜 最后 我把自己的座右名为者常诚 行者常志跟青年朋友们分享 所谓行为者常诚的意思是 一个人只要有目标 方向 不断地去做 一定能够成功 行者常志的意思是 只要有目的地 不断地走 一定能够到达 有的人想要一步登天 想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 天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脚踏实地 按部就班 全力以赴 才能够真正达成自己的愿望 圣言法师 我以法古山安身 安心 安家 安夜四安的理念 与大家分享 就是安定自己的内心和行为 跟家人和睦相处 然后跟社会整体的生活环境和乐共处 所谓安定也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在平静之中往前走 不断地成长 如何做呢 就是用智慧处理事 用慈悲对待人 如果不用智慧处理事 事情就会不圆满 如果不用慈悲对待人的话 就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陈月卿 非常感谢李主任 还有圣言法师送给我们的话 为者常诚 行者常志 用智慧处理事 用慈悲对待人 这几句真言 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用得到 人生因为有梦而更美 年轻就代表着无限的可能 可以大胆地逐梦 可以大胆地追梦 今天李主任和法师也都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应该为年轻人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可是身为一个年轻人 正值自己最黄金的一段岁月 也要自我成长 自我训练 要有可塑性 要有未来感 才能够担负其未来的责任